15年过去了,《海豚弯恋人》里的演员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还记得《小平盖》吗?那个胆笑切弱,时时被其他怨童欺负,甚至被取笑是已拿到就被丢弃的平盖。 2003年,一部《海豚弯恋人》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这部剧不仅碰红了女主张韶涵,男主许上阳也因此成为当红偶像。 而如今13年过去了,《海豚弯恋人》里的那些演员们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一天鞭,张韶涵 张韶涵评级《海豚弯恋人》中的一天鞭爆红以后,不仅演艺事业风生水起,更在歌唱界一时风头无良。 只可惜在她视野巅峰期被自己的亲妈坑,而使得她的视野开始走下坡路。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沉寂多年以后,张韶涵终于平级今年的《我是歌手》成功杀回来了,看到曾经的女神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唱著代表着整个青春的几首歌,隐形的翅膀,欧若拉,遗失的美好等等,简直是大快人心。 徐泽亚,徐少阳 徐少阳因出演台湾电视剧《寻衣草儿》走红,后出演台湾青春偶像剧《海豚弯恋人》而在东南亚走红,奠定其偶像王子的地位。 只是后来,徐少阳因出演台湾电视剧《海豚弯恋人》。 只是后来,徐少阳形象崩塌。 又美面孔出道至今参演多部偶像剧,虽然大多都是配角,但因为人长得美也颇受观众喜欢,然而后来却因为它陷入多个恋情而导致人射崩塌,从此被贴上烂货标签。 中小刚 霍建华 霍建华应该是众演员当中发展的最好的了,当年在《海豚弯恋人》中,他还是男配,多年过去,他已经是演艺部或一部的男主,演艺事业走上巅峰,婚姻生活更是甜蜜心。 幸福,真是人生赢家。 沈曼清,徐杰儿 徐杰儿后来参演的多部剧虽然都是女配,但演技让人惊艳,就比如他在《生逢灿烂的日子》里饰演的叶琪是一个典型的职场女强人,知性干恋又性感优异。 沈曼清,被网友称赞。